垃圾病毒Wanna Cry爆發, 人心惶惶 怎麼可以避免中招? 五蚊兩球雪糕檔被迫結業 檔主和媽媽度過不一樣的母親節 蚊怕水隨時引來敏感 改用草藥驅蚊爆肝橙皮刀趕到蚊 馬上東張西亡 歡迎沙泰東張西亡 勒索軟件Wanna Cry 在全球各地攻擊電腦系統 連我們香港都受到牽連 今天特區政府召開記招交代事件 很多人都在想 今次攻擊對象應該都要以雙用的電腦為主 但誰知暫時目前17個中招個案當中 有15個都是家用電腦 對,最可怕的 這隻Wanna Cry好像開始變種了 所以我們香港政府都說 不排除高安數目會有所增加 如果不想被Wanna Cry 弄到想哭哭的話 我覺得是時候要學習如何應對 幾天之內 至少是約150個國家 感染人數接近20萬 全球恐慌,束手無策 說的不是甚麼新型流感 而是全新爆發的電腦勒索病毒 Wanna Cry 中了Wanna Cry的電腦 用家所有的資料都會被鎖死 解決方法亦是黑客的目的 就是要你用300元美金 以比特幣來過數 買回所有原本屬於你的資料 短短幾天,全球都哭出來 我會不會已經中了一招 但自己也不知道呢 很容易知道 因為今次這個病毒比較高調 當它成功入侵到電腦 它就會馬上顯示一個紅色畫面 當我們看到紅色畫面 就代表著電腦已經中了毒 甚至單純電腦 迫上互聯網的情況下 只要病毒找到我們的機器 它就可以直接透過流毒 捐入我們的電腦 感染我們的電腦 今次病毒 它會專門找到 一些視窗作業系統的電腦 即是說如果我們的網絡 可能會用其他品牌 不是視窗作業系統 在今次的事件 也沒有受影響 平時我們拿著手機, 上網那些 也沒有受影響 我不會建議付錢 原因是我不相信付錢之後 一定可以打開那些檔案 香港現在 至少有17宗上報的中毒個案 傳聞說拔掉電腦線就沒事 還有沒有其他步驟呢 開機之前, 可能先拔掉網線 有些電腦可能預設 會懂得無線上網 我建議先把無線上網的按鈕關掉 只要網絡上不了 病毒就沒有機會 可以感染到我們的手機 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將電腦中的重要資料 避免起來 然後就可以安排想想 是用哪個方法上網 如果我們在家或公司 用公司的無線網絡上網 可能會比較方便 因為有無線網絡的路由器 其實也可以叫做阻隔了一重 防止病毒直接找到電腦 然後進行Windows Update 這樣的話, Windows Update成功了 就可以繼續正常上網操作 這次事件當中 在不幸之中較為幸運的地方 應該是暫時智能手機都還沒中招 要知道, 大家現在都是手機不離身 若然連手機都中招的話 我想到時不僅是wanna cry 簡直是wanna die, 想死 歐永權, 作詩來教我家庭觀眾 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你應該學他們的 無論被人面對迫錢的問題 都要勇敢和樂觀地面對 武甄自白浪, 大家 來, 來, 來 做什麼? 來, 去吧 雪菇檔見證著Kelvin兩母子 過去一年的辛苦經營 結業適逢是母親節 心情更白地交集 其實已經成為事實了 說真的, 沒辦法 做就做, 盡力就算了 我媽媽也很開心 說真的, 她現在做得很開心 甚至她做得很得人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心 正面積極一點 人總有希望 Kelvin和媽媽 在深水過一個商場 賣五元兩球的便宜雪糕 深受街坊歡迎 不過, 懷疑因為賣得太便宜 雪糕檔被通知不獲續租 而被迫結業 昨天最後營業 不少市民都特意到場支持 她行不行嗎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候 但也不要介意 因為今天不吃, 明天沒得吃 當口兩點半開始營業 排頭位的市民 中午十二點半已經來到 昨天因為太多人 所以我們買不到 所以今天我才特意來排隊買 等等, 要嗎 要甚麼味道 要抹茶和朱古力 抹茶和朱古力, 好 我上道又開心, 又可惜 因為她做了今天, 也倒閉了 覺得這個食物 好像一口一口 充滿了回憶 送給你媽媽的 媽媽, 送給你 謝謝 我們是澳門過來的 網上看到這個消息 老闆今天結業 所以我們就過來看 對, 光顫一下, 支持一下她 你又收到花了 對, 今天收了很多花 是嗎 對, 很滿意 昨天到今天, 起碼有十五、六支 人流最多的時候 差不多有百人排隊 有市民送上特製心意卡 有視像人士 在杜盲犬引領下, 親身支持 你們住在哪裡? 我住在東涌那邊 為何會這麼支持老闆? 真的覺得很難得 香港很多時候的食物都比較貴 但它也可以買得這麼便宜 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 真的很吸引 找到一個地方買雪糕 還不太便宜 沒有宴以兌, 唯有沒想法 翌日再開一間大小的 好, 東山再起 很大杯雪糕, 他們很開心 對, 最重要是要她開心 我看到她開心, 我已經很滿足 沒甚麼回報, 最重要是吃開心 對, 有時看到小朋友笑 已經…我覺得夠了 人弄這麼長 Kelvin唯有多一點來擦手 不過不知道是否擦得太密 雙手有點麻木 不用了, 不下不下, 免得下 大家可能吃雪糕很容易 但擦雪糕很辛苦 又冷, 我不知道做過甚麼 人家叫甚麼, 我又擦 沒有叫, 我又擦 不知道要不停擦, 不停擦擦擦擦擦擦 我媽媽的腰、腳 經常都要幫我… 我每天都要買, 有時有些痛 就幫我擦藥、酒貼藥膏 我自己都… 手都腫了 為免令排隊的市民失望 賣到差不多就開始截籠 十大桶雪糕, 八點多賣光 三百份禮物, 轉眼就派完 一句有緣再見, 導出Kelvin的不捨之情 而當口最後一杯雪糕 Kelvin就留給他, 和媽媽一起品嘗 自己製的雪糕, 自己吃 還餵給媽媽, 很難得 媽媽餵你 對, 媽媽餵得很開心 我從小到大, 正兄, 是 是, 全家媽媽餵到現在這麼健碩 最難忘 永遠都記得 完成任務, 平淡, 好過 快點收拾東西, 明天休息一下 熱鬧過後, 一切還原最初 Kelvin和媽媽 經歷了最難忘的母親節 何時東山再起,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有些商場都叫我去進駐, 我很感謝你 因為我真的沒時間, 要先時一點看看 但二來, 始終我想在深水埗開 因為始終在小時候住, 情意結在 始終都想回饋回這條社會, 回饋回一區 很可惜, 因為五元有兩球雪糕真的很划 我這麼多口味, 我要吃六球 如果家裡的兩個小朋友 像你這麼大吃, 我想跑數應該也不行 因為現在那些大型雪糕 兩球要約六十元, 還說要吃六球嗎? 你出了什麼二十四, 我爸爸 你有沒有計算這些? 不過我明白的, 男士可能對甜的食物 吃糖水那些就沒什麼興趣 不過我知道你們對甜的說話 就一定有興趣 我的意思是殺嬌那些說話 最近引起全城業話, 洗完版的 就一定是這一套不懂殺嬌的女人 劇集大獲好評, 今天還開始播第二季 劇情將會來過大轉變 一眾演員, 今天就來到商場大玩遊戲 就連上門都要現身來一齊 答謝觀眾的支持 你是不是有公佈? 有公佈嗎? 是的 杜先生有的 一定是好消息 當然是好消息 你先說是私人還是公佈 你有什麼好消息嗎? 別亂說 私事, 身家的保障 我明白的, 買了很多樓 身家也是幾十級的跳升 他很後悔, 現在有些東西已經接了 現在跳了之後 答應了別人的東西, 沒得返回 回不了頭 收視無法回頭 一路直升 收視無法回頭 確實是很開心的 我們單日的點擊率衝破五十萬 我想對幕前幕後 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而黃浩信和唐詩詠的愛情線 更令黃浩信被網民封為是香港暖男代表 詩兵哥自彈自唱, 買大西瓜那幕 更嬌到一眾港女暈浪 我起初也想不到原來他是一個暖男 因為他其實真是外冷內暖 其實這件事跟我本人都相似 是, 詩兵哥有沒有嬌到那場戲 我都沒想過, 我想到還是差不多 那怎麼可以看到 哇,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西瓜 在現場, 他說得很對 所有人都知道西瓜有多大 沒有人哭, 哇 就是那個反應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是第一身看到 他當時看到這個西瓜的反應 他是驚喜到哭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反應 才是令到小英哥有這麼溫暖的表現 劇集除了兩對主角吸引 引起討論的更加有霸氣的游山袁文傑 以及號稱殺破狼的高輪 但一個就被人稱讚, 一個就被人罵 我自己第一次過來拍劇集來說 是一個… 我也開始 我覺得這個經歷好到沒得再好 但你這個角色開始越來越奸 是… 昨晚那集我上網之後 是有很多人罵我 那怎麼辦? 你介意嗎? 我不介意, 我很開心 因為其實正面大家對這套戲 很有反應 是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做到甜蜜這個角色 夏天一道群蚊四出 噴蚊泡水隨時引來敏感 改用草藥驅蚊法行不行? 連乾橙皮都趕到蚊 天然驅蚊法有多大效用 等待冬張西莫 回來東張西莫 上星期我拍公益金外景的時候 天氣非常好, 還有少許蚊 不是噴蚊怕水 噴完之後, 我發覺有少許頭暈的感覺 我感覺到我的毛孔好像被蚊怕水 覆蓋著, 無法呼吸 本身為磁事為公益 應該給你一點掌聲 但怎麼聽 你都好像想騙別人幫你做人工呼吸 不是吧, 人工呼吸不是說來就來 好像要講技巧和學過 好, 讓你解釋當時怎麼解決 照噴, 因為我怕蚊咬, 你不怕嗎? 是蠢豬, 我怕 所以大家應該要學一下 天然的驅蚊法, 看看 夏天為大地帶來雨水 而積水就會為我們帶來蚊患 香港人多山多, 加上濕熱的天氣 自然成為蚊蟲之生的好地方 石山對蚊蟲很有研究 每到夏天 他都會到香港不同的地方捉蚊 你看, 今天這裡的蚊患很嚴重 我們都收拾了幾種蚊 有些白文衣蚊, 三大褲蚊, 有草蚊 現在算不算是蚊貴的開始? 尤其現在五月份開始, 有雨水天 它就容易積聚蚊的水 有一點水, 也可以生到三千隻蚊 蚊度會不會影響? 通常在二十至二十六、七度 就是蚊之生最方便的時間 但你經常去蚊蟲的地方 自己是不是很惹蚊? 我都被蚊針習慣了 不過有時候有些鬼輸位 手背脊或小腿都被牠咬到這麼多 蚊還是蚊, 為了防蚊 坊間也有不同種類的蚊蚊產品 被市民選擇 不過其中大部分都含有 DEET被蚊蚊這種成分 DEET其實是一種 人工合成的化學產品 它能夠干擾蚊蚊的臭角 簡單來說, 就像用了DEET產品之後 令我們就像在蚊蚊面前引造型一樣 讓牠不知道我的位置 就達到蚊蚊的效果 如果在適當的份量下 用DEET的話, 其實是無害的 如果過量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過蚊的反應 包括眼睛痕釀 或者出現皮膚紅腫的情況 嚴重的話 甚至會導致我們產生一些 神經系統的問題 博士說一般12歲以上的人士 都不建議用含超過30%以上的 DEET驅蚊產品 雖然DEET很常見 但始終是化學產品 網上流傳了一些天然驅蚊方法 好像用中藥驅蚊 材料只需要丁香、艾草、白紫、霍香 薄荷、石窗袍六種 究竟有沒有效呢? 為了測試中藥驅蚊包的成效 我們就被石先生掛著 而他就繼續跟蚊做近距離的接觸 一開始也沒有蚊蚊咬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 就有蚊成虛而入了 石先生帶了這個防蚊包之後 有沒有覺得蚊的數量 圍著你減少了? 我看蚊在我身上沒有減少 而且剛剛還咬了一塊 聞聞聞味道挺大的 在這個胸礦地方可能風大一點 蚊未必吸收到它的藥味 所以可能也會針對我 你覺得是… 可能在家裡室內沒那麼大風 可能會有效一點 為什麼中藥也可以做到驅蚊? 對, 因為我們會用不同的 方香氣味的中藥 混合一起用 例如丁香是刺鼻一點 薄荷和霍香都是方香一點 當我們混合幾種不同香味的中藥 就可以更加加強方香氣味 達到驅蚊的效果 因為之前我們在室外用過 城下好像不太大 戶外的地方其實不太適合用 一般我們會用在室內的地方 放在窗台、床頭 或者汽車裡也可以 因為如果太空礦, 地方太大 或者空氣流通比較厲害的地方 味道會很快散發 變成療效就影響了 一般藥材就兩個星期左右要換 因為氣味會離開 如果中間的時候 你覺得氣味淡了 我們可以再去握碎它的藥 令氣味再次散發出來 藥材包味道濃烈 孕婦和過敏體質人士不適合使用 聞不慣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坊間天然驅蚊產品 在葵涌這個花圃裡 導師阿禎經常進行有機耕作 由於在戶外難免多蚊 阿禎就研究了幾款有機驅蚊法寶 阿禎, 你經常在這些地方工作 會不會有很多蚊? 這裡已經沒什麼了 不過下雨後也很難煙 你自己是否惹蚊? 我惹蚊, 所以你看我放了一碟 橙皮在附近幫忙驅蚊 橙皮就行了? 對, 只要你乾了它 它散發出來的味道就可以驅蚊 我沒理由經常帶著橙皮在身上 怎麼辦呢? 當然, 其實我還有其他法寶 我教你 我們會做一個驅蚊的塔香 和驅蚊的啫喱 像這個塔香, 我選了一些材料 是有艾草, 艾草驅蚊 然後選了香茅, 最後是檀香 這個啫喱我會選了幾種精油 這幾種精油都是離不開剛才我們說的 香茅, 檸檬草和芬衣草 最後就加一個盧蚊的營膠 其實這兩種的作品中 我們都會用香茅 香茅是燜不喜歡的味道 不過其他我選用的 無論是芬衣草或藝草 都是燜不喜歡的 所以就可以有效驅蚊 做驅蚊塔香只需要將三種材料混合 混合水再倒模 風乾之後就可以當燜香使用 適合擺放在室內驅蚊 而驅蚊的啫喱就是把盧蚊營膠 加上不同味道的精油 搖晕就可以塗上皮膚上 適合戶外人士使用 用天然驅蚊產品 大概每一到兩個小時就要補塗一次 才可以看到成效 如果嫌自己親手做麻煩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在市面上選擇燃繩同類產品 不想選擇含有DEET成分的驅蚊產品 市面上有些驅蚊產品 含有一種PMD成分 究竟它跟DEET有什麼分別呢 PMD是一種由檸檬庵灌木 提煉出來的天然驅蚊成分 它跟DEET最大的分別就是 PMD是純天然的 而DEET是人工合成的驅蚊成分 所以去年消財者委員會的報告 也有提到 PMD是一種天然的驅蚊成分 在選擇驅蚊產品的時候 除了參考成分, 也可以考慮用法 如果擔心蚊怕水, 防蚊高 會因為接觸皮膚而有機會引起身體過敏 不如考慮一下 不需要接觸皮膚的相關產品代替 這個座檯式的驅蚊器 驅蚊範圍有100平方呎 而且還可以用USB充電 驅蚊器內的風扇 會將芯片內驅蚊成分吹出來 令室內散播氣味 而達到驅蚊的效果 一塊芯片有效時間大約六至八小時左右 在室外的話, 可以使用攜帶式的驅蚊器 掛在背囊、單車等活動範圍附近 就可以驅蚊 平時只需要替換電池 攜帶式驅蚊器 更可以直接帶在小朋友身上 驅蚊範圍有50平方呎 就算到處動也不用擔心 除了以上的驅蚊法寶 我們去戶外活動的時候 記得穿淺色的長袖衫褲 那就萬無一失, 不用再怕被蚊咬 有些朋友說 另一個驅蚊方法就是家裡不開窗 其實我家裡的窗子也不太開 我不是怕蚊飛進來 是我怕三隻鸚蜆會飛了出去 那倒是, 若有寵物逃跑 作為主人一定很徬徨 是啊, 就像圖片中 伯伯那樣 最近不見了一隻養很久的鸚蜆 叫做蘑石 伯伯說如果找牠也申了 所以住在西灣海的街坊 若找到的話 快點打電話號碼來 又或者把蘑石看到東張西望 自己快點飛回家 希望大家都聽到你的呼籲 接下來 徐子期也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一身白色晚裝,還低胸上陣 已經是四個小朋友媽媽的徐梓琪 依然非常省鏡 梓琪笑得這麼幸福 佳欣一早收到兒子母親節的驚喜 我小兒子,今天放學拿著一個相架 相架有她的照片和她的手印 她已經送了第一份母親節禮物給我 她說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份母親節禮物 我女兒也寫了一封信給我 那封信真的很觸碰 是很簡單的東西 但她會感謝我 例如每晚讀故事書給她 我看那封信,我真的哭了 同場的婷婷最近跟45歲 荷里活影星Jeremy打得火熱 還被爸爸謝賢催婚 我現在想起她想我結婚很久 她經常說我很老的秘密 是想強迫我快點結婚 也不太覺得結婚代表更加貴重 或者更加愛對方 或者更加專一 母親節通常孝順子 都是帶媽媽去逛街看電影 吃飯喝茶的 想不到有群孝順子 竟然是帶媽媽去河河做健身跳舞 你扮媽媽早就來到紅磡海濱 大跳格鬥健身舞 在戶外跳運動量這麼大的舞 她們的寶貝子女會否很欲赤 我兩個子女都很大 都說應該多做運動 做完運動,我覺得整個人很舒服 而且放鬆很開心 整個人會比較健康 我覺得很舒服 無論如何都是疼愛媽媽 跳了整個小時 感覺跟室內做健身有甚麼不同 舒服一點 因為其他地方太大 太多高樓大廈,即石市森林 這裡空間大,空氣也很好 將做健身 由室內搬到室外 大家不只受樂,還很享受 在香港是否比較少見戶外做健身 算少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在裡面 可能跑步、跑步機 我覺得挺悶的 可以帶一些人出來 外面自然的情況跳舞 挺開心的 所以跳得挺開心 那些人可以 說起媽媽,我們一定要恭喜胡幸兒 因為昨天母親節那裡 她宣佈了即將做媽媽 還說嬰兒在肚子裡 已經開始做set up 一群胡說八道的好姊妹 都說爭做乾媽 乾媽數量是突破 大乾和小乾,總共有五個那麼多 這個嬰兒一定很幸福 乾媽多絕對好事 最重要是大家和睦共處 多疼嬰兒 不要搞什麼風暴就行了 風暴? 唐心那隻 真厲害 好,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繼續東莊西望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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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